哈喽,大家好,那我今天打算来为各位介绍我家的厨房插座 那厨房插座有什么好介绍的?我是认为有啦 因为我认为我家的厨房插座跟你家的肯定有点不一样 为什么?因为我这个插座已经用了三十几年没有换过 那我想很多的一个房子新的设计都用新的插座 那可是呢,这种东西老归老,可是还是很好用 那我用了三十几年一直都没有坏 哪怕我厨房有很多耗电很大的一个餐器具 那都是可以正常使用 那我们就赶快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电锅耗电吧 那我这个面包机,因为我经常连续都做好几个面包 几乎做十二个钟头以上 也都一直在使用大电流的东西 可是呢,你看我这个插座 或许有些人觉得其貌不扬 可是呢,他真的是一句话来形容 老当益壮 几十年来,他一直坚守他的岗位 从来也没有什么故障的迹象 那由于有很多这种新型的插座 不管是塑胶的也好,垫幕的也好 你用久了,难免会花黄啦,还会是烧焦啦 这个讨死的,肯定是不会的 所以啊,这种老东西啊,也是有它特别好用的地方 像我们来看看啊,像现在像类似这种 都是目前试验上最普遍的 这种塑胶的嘛,像这个垫幕的啦 那这种都是在长期高温之下 或少会有一个焦黄的现象 那我再来带各位看一下 我另外一个地方也是 也是用这个 也是用这个陶瓷插座 几乎我需要用到这种 大功率的这个 器具的时候,我都是使用这个陶瓷的 那陶瓷插座的话,有一孔、两孔、三孔、四孔都有啦 不过,前一阵子我尝试着在台湾的一些拍卖网站去搜寻 好像不容易找到 那后来,我又上了大陆的淘宝网想说再找找看 结果我一个都买不到 那所以,这款操作 我觉得应该可以称之为古董 那因为它是古董的话 就会不会有一个问题 就很贵 就是说,很古老的东西 但是却很贵 那可是呢,却很好用 所以说,好的东西 我们当然是继续保存 那希望各位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那各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要按赞 也别忘了要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